叶英雄大名鼎鼎 如雷贯耳 怎么样 我刚才去三十一号看了一下 是一对卖布的中年夫妇 他们说神泉路以前有三十二号 失火以后就剩三十一号了 三十二号着个火 对啊 我看他俩的表情不像在骗我 戏本章呢 对戏本章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人呢 分头找人吧 戏本章 戏本章 人呢 怎么样 还是没找到呢 没有 可是老张和庄岛 他们都是在这儿消失的 奇怪了 两个大活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呢 这是神泉路三十一号 这是铜光路一号 神泉路三十一号和铜光路一号中间 会不会就是神泉路三十二号 庄岛说神泉路三十二号还失过火 你们两个再去找一找吧 我看看这里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是神泉路三十一号 是神泉路二十一号 神泉路三十二号 嘿嘿 几年前那把火 也是你们放的吧 正是 正是我们使的一技 这一技叫 老二 大哥 怎么随便领人下来呢 不是 这些都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们是叶凌峰的人 他们说是 千真万确 我们是叶凌峰的同伴 诗敬诗敬 我们长白二兄弟 常年在黑山的山寨里 这城里边的通缉令上呢 我们都是有价钱的 我大哥说得对 说我们现在都是有身价的 不得不防 你们放心 我们不会威胁到 你们的安全的 这位小兄弟 这位小兄弟 你刚才说的事 是什么事啊 就我刚才跟你说的 这件事啊 我只跟叶凌峰 叶英雄一个人谈 我们跟叶凌峰是一伙的 你告诉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们是一伙的 不过 叶凌峰不在 免谈吧 叶凌峰他不会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牺牲了 死了 好吧 事情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我知道你们是叶凌峰的人 也相信你们都是好样的 不过事情没有谈妥之前 我不可能把你们放出去 暴露三十二号 诸位 不好意思啊 老二 请掌 大哥 二哥 什么事 你们快去看看 叶凌峰好像来了 不在我玩 我不会自己来啊 二哥 是他吗 穿的是刘伟颖的衣裳 哪个是三十二号 看气势想过的 错不了 这就是叶英雄 他怎么朝咱们走过来了 不会是发现咱们了吧 二哥 他在撒尿 这太不讲究了 你探枪明白啥 叶英雄的意思说 咱俩已经让人识破了 叶英雄 叶英雄 请 干吗呀 里边请 不是 不是你怎么来了 你们也在这儿呢 你来干什么 我就说了吧 你们甩不掉我吧 甩不掉吧 叶英雄 叶英雄目光炯炯 神目炯炯呐 佩服 你老叫那叶英雄叶英雄 那 那是谁啊 不不 叶英雄 我长家兄弟在此 等候你商议大事 你今天要是不来 这个事 我们绝不跟第二个人说 我不是 叶英雄 你刚刚在上面的所作所为 兄弟们都看在眼里 你再一下来就不承认了呢 谁是叶英雄谁啊 不 我真不是 长白兄弟 他们是好人 我们信得过他们 你就不用再掩饰了 我掩饰什么了 别再让我当什么叶凌峰了啊 我上次当 差点命就没了 不要再骗人了 好了 什么都别说了 我全都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与叶英雄现在在江湖的地位 是不是看不起我们长家兄弟啊 是不是觉得我们长家兄弟俩 会把你给卖了 好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 我今天就做给你看 来 我长家老大要敢出卖叶英雄 有如此旨 我长家老大要敢出卖叶英雄 大哥 叶英雄 我长老二如果出 有如大哥此事 快呀 你干会儿 还用我 借着证明吗 不用不用不用 你高兴说我是谁 我就是谁 佩服 实在是佩服 长江二兄弟一片赤城 凌风 行行行 我我我叶凌风 愿意给你们俩交朋友 痛快 我现在就把八吨黄金的事 告诉你 八吨黄金 这是我一个兄弟 冒死带出来的消息 说是有八吨黄金 要运到新晶 存入大和银行 运这么多黄金 他们要干什么呀 你管他干啥呀 小鬼子拿这些黄金 能干人事吗 抢他 老二 跟客人说话 注意你的口气 抢他 现在以我长家 二兄弟的实力啊 再加上我所有的弟兄 要想干成这么大的事 还是有点实力单薄 实力单薄呀 我和我大哥商量 要想把事情干成 那就一个人 只要叶英雄出马 这事就成了 八吨黄金 这得多大一堆啊 叶英雄 姐 必须接他 多谢你